也修车 不料他竟然将螺丝刀 插进了电动车的充电孔内 意外瞬间发生 小子琛随即被送到了医院 经过检查医生发现 其右手中间三根手指 被电弧灼伤程度达到二级灼伤 虽然治疗后并无大碍 但医生表示 后期可能会有遗留性疤痕 从去年以来 我们接下来受到过十几例 这种烧伤病人 一般这种病人 烧伤病 烧伤深度都不是很深 我们一般对他进行轻创以后 根据创卖情况 来进行创卖部治疗 像这个小朋友 他属于一种二度烧伤 但是窗面他愈合以后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色素沉着 甚至会有疤痕则声 那么电动车的电池放电威力 到底有多大 我们带着疑问 找到了一位电动车修理师傅 让他来给我们做个试验 我们这是六日复的二热电厅 现在我们就试一下 它的放电威力 六日复的电压枪放电 这个就相当于在那个结果 顺便就烧下来了 对 维修人员提醒广大市民 在存放电动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对充电口进行防护 对充电池的状态 均一样